好 冷月游戏天天开心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收看冷月的游戏频道 没有错 今天我们要来玩破局三国中章 今天我们要讲 要来看一下 究竟花了九万元 九万元宝 抽轩辕池 能够抽出怎么样的东西 以及介绍一下冬日活动 废话不多说 进入游戏前 我们进到游戏在关频道好了 今天应该是没有人在聊天的 我觉得 对 很好 没有人在聊天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轩辕 大家看到我的宝玉 有四零六零 我花了五千换过 那个叫什么来着呢 轩辕番吧 我记得 让我来看一下 对 对 花五千换过轩辕番 等于说我目前有九零六零 的宝玉 得上古宝玉 那我换的番呢 也就代表一件事情了 不对 我在讲什么 九零六零的宝玉也就是说我大概抽了 九十次 九十次吗 反正就是抽了九万元宝就对了啦 大概抽了九十次十连抽的宣言词 那究竟抽了这九十次当中 我拿到了什么样的东西呢 现在我们来一一看一下说我究竟拿到了什么 我们从武器开始看好了 武器的部分 我们从突破来看好了 突破可以顺便看到说究竟 还有多少碎片 武器的部分拿到了一把 绿色的龙胆枪 还多十五个碎片 青钢剑拿到一把 还多七十五个碎片 虎灵猴 唯一突破满的一件宣言套 那还多了 还多了大概 二十个寿魂 其实很少 然后呢 金凡 白马 加上七十个碎片 迪卢 绿色的 加上五个碎片 青狼书 绿色加四十五个碎片 孙子兵法 绿色加三十个碎片 匈奴烈酒 刚好绿色 虎球披风 白色加六十五个碎片 轩远番 白色加四十五个碎片 太空冰符 绿色加九十个碎片 其实我觉得如果再让我抽三十个 把它升到蓝色好像也是不错的 但是我觉得其实要到紫色才比较有强度出现 紫色的话给冰种将用其实是不错的效果 如果无蟹可以学满二十级的话呢 冰种伤害再增加 像是赵云啊 或者是张辽这类型 是冰种将的英雄的话 太空冰符 我觉得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那当然 赵云跟张辽这两只可能会选择 减伤的 像三戒或者是葫芦套 这类型减伤的 毕竟他们两只都是要 以能扛住为主 赵云要扛五回合 张辽至少要扛到远二 发动突袭 才比较强势 所以说这两个对于 轩云套的太空冰符的话呢 可能适用性就没那么高啦 但说到冰种将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他们两个人啦 分享完轩云池 抽了多少东西之后呢 我真心建议大家啦 如果你是无课玩家 小课玩家的话呢 千万不要听信人家说什么 轩云池是无课救星 小课必抽 这种鬼话 基本上你就算保底22万好了 拿一套白装 你也不见得能够升到全金啦 套装没有到全金 其实效益是发挥不出来的 就跟白装是 不是白装 就跟散装会是差不多效益的 甚至有些金色的散装 都赢过你 整套没有金色的套装 所以说各位啊 绝对不要再听信一些 其他人说的什么 无课币抽轩云套 存钱等轩云套就对了 不要再相信这种鬼话了 一盒钱有神将就买吧 不要像我为了等轩云 神将都放弃掉了 现在非常的后悔啊 那最后还是要再提醒啦 轩云套你不要小看它说 就是抽轩云部件而已 它里面还有很多的 下面这些垃圾 不是说它们不好用 也不是说它们不实用 只是这些 冰铁啦 保安啦 金翠什么之类的 到后期基本上 金翠这些还是用得到啦 但冰铁 保安 玄金 簪子 毯子 跟蒲鱼这些 基本上都用不太到了 毕竟根本没有那么多 保物给你突破啊 而它们的出货率又非常高 基本上一天到晚在骚扰你 所以说 再三强调啦 轩云套 不是大客长 你不要碰比较好 太吃运气了 就算运气好 五万抽齐五件 好了 你也没有材料升星 升阶啊 升到金色 所以说呢 玄远套 最后的总结出来了 虽然说大家前面应该都大概知道我的总结是什么了 总结就是 无克小克能不碰就不碰 但是它的强度还是有的 所以说 如果你是克长的话呢 我还是建议你说可以就是把它 拿下来的 毕竟首先 英雄四围加16 而且四围可以为全军提供更高的属性 而且全队爆击加20 格挡加20 受到不良几率减20% 我军弹比例损失兵力又减免30% 其它是一件非常非常坦的装备 除了四围 都加的不少之外 它的加16是各加16 这算很高了 基本上来说 然后不良伤害减20 跟损失兵力减30 这就是增加它的坦度在 全军爆击加20 格挡又加20 当提升陷阵或合围 或轮射或神光之外 前后军兵力又各加40 以及回合一开始 每两回合发动一次轩辕膜 随机消灭前后军 500到2000的兵力 如果都达到2000的话呢 伤害还是很可观的 所以说课长要不要抽这一套呢 课长我建议还是 抽一下吧 像这个 雀火 雀火车 每20点致力为前后军增加一点速度 每一点统帅为前后军增加4点兵力 每一点武力为前后军提供3点攻击 这是全军覆膜 每一点魅力为前后军提供3点防御 所以其他加的东西是真的不少 而且基本上是大幅度的增加自己的基础性质 它不是像天罚那种专攻智力或斗神那种 专攻武力的 专攻攻击的 它是很平均的把你的整个素质拉起来 所以薰原可以像是也是一种均衡套的概念 而且是素质加不少的均衡套 因此课长如果要的话呢 也欢迎就是把它拿下来吧 绝对不亏啊 就是价钱有点贵了一点 好那再来我们要讲今天最重要的东西了 冬日之温 那一样啊 齐天记得领奖 这是每次都必讲的事情 那这一次如果你可以除职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稍微把它克一下 至少克到6480 把珠连拿完 那缺遗忘卷的呢 可以考虑再克一下遗忘卷 那至于双珠我觉得 要看看神将的效果是什么啦 因为我忘记双珠的神将是什么效果了 所以我还不确定说它是不是很强 但单就现在的话呢 它其实是 对上关羽啊 或者是说像神诸葛亮这种 有机会秒杀的人 会比较有一点点优势 而且它不怕冰 比较不怕冰种这样 冰种地上海所有都减20% 而且不会被特殊效果斩杀 不会被特殊效果斩杀 就是防止 断头招 减免冰种伤害 增加冰种伤害的抗性 再来 发动任意能造成伤害的英雄技后 都有35%的几率再次连发 也就是说 它有机会可能夜火丢两次 或者是说什么技能丢两次丢两次 只要是攻击的 都有机会丢出去 再来 珠连就是加工坊跟兵力 杀意 增加对女性英雄的伤害2% 其实 班育双猪用来打女性角色的话 效果应该是不错的 首先 珠连10等之后呢 打同性角色 可以变全体 而且伤害更高 再来 它本身 又有学杀意的话 有对女性角色增伤 所以说 它应该就是玩起来 用来克制一些 女角的 但是它前面的消灭兵种剂减伤跟 兵种剂减伤跟 不会有产杂效果 感觉就是用来克制麒麟弓 像孙仁这样的麒麟弓 兵种伤害就是克制黄中 什么之类的那些 兵种将 那我觉得孙仁遇到这一只 其实克的蛮妥妥的啦 首先 麒麟弓的斩杀效果没有了 兵种伤害又减免了 还容易被连发 它又对女性英雄增伤 除非就是战力 孙仁高过双猪 然后万箭一波把它打残 不然的话 只要被它连发打出来 我觉得伤害都会是蛮可观的 而且如果神将之后 再有额外的加成的话 这只可能会更加的强势 那当然 克长的玩物 无克就不用想了 而且你说它是最强吗 它绝对不是最强 它的泛用性低了一点点 不是不能玩 只是好像没有到 非常的逆天这个概念 所以说如果你要克制的话 我觉得 克到6480嘛 毕竟株连这招技能 只要你是全才将 都可以学 而且 只要你是要扛的全才将 我个人认为都可以稍微学一下 像赵云这种要脱回合术的 只要对方的英雄技打到你的后军 你都有机会再把伤害返回去 那刚才有稍微实测过一下 打五场PVP 朱连只发动了一次 基本上来说 几乎每场的 都有人打到后排 但后排似乎都发动不了朱连 所以我觉得可能朱连的等级 还是要再稍微高一点 会比较强势一点 惊喜不断 这就是你课多少 拿多少回馈 这次的惊喜兑换 我个人是真的很推荐拿朱连 毕竟赵云这只角色很好用 那张辽这只角色 也是很多人会使用的 全踩脚 基本上都可以稍微的学一下这一招 就算你不是玩扛的 打到之后多个反伤 也是不错的选择 加上二合之后都是偏向持久战 一定是比谁活得更久的 这种时候也多一招反弹技能 等于多打一次对方伤害 效益是很高的 所以首推我还是推朱连 他跟沙依那种纯兵总将 或者是跟极致那种纯英雄将的技能 完全不一样 这变成纯职业的技能 就是只要你是全才 你或多或少都是可以学一下这招来用的 因为非常的实用 那再来第二推荐换的 当然就是我们的枝重自选箱 这个真的很实用 但是问题是我现在 早上抽圈圆把圆宝抽干了 所以没办法买过关斩将 导致十圈踏骨汤有点少 所以就换不完了 那除了这两个之外 我第三个推荐 我真的是被别人说服了 一开始我觉得这个不太重要 但我后来发现这个其实真的很重要 我们先加速给大家看一下 只要没有那个的话呢 你会卡在一个很尴尬的境界 升不上去啊 这真的是很惨 最好能够赶快开到绝技就赶快开到绝技啦 毕竟 多一招技能真的差非常多 等于赵云可以学乾坤的 我的赵云就可以学乾坤的 或者是说我的吕布 就可以学金刚了 所以差那一招其实真的差非常多 有没有那招差异非常的大 所以说星盘 在这里 所以说星盘真的是我第三个推荐的东西 但是 虽说是推荐 但我觉得你不一定要换 因为星盘的耗损量真的是有点巨大 食权大补汤到75个 你在换完 珠莲之后基本上已经没多少大补汤了 再拿去换 自动箱 你还要再集到75个再来换这个星盘 我觉得这个真是一个有点难度的东西 那一定有人问说 饺子 食权大补汤跟甘蔗怎么来 好啦很简单啦 这个主要就是产制正物 跟美制登陆的领取 这个主要来自过关产将 跟不知重战 甘蔗就是黄金跟 匈奴入侵 那因为这些都已经讲到 好几次了 因为每次活动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不多做解释了 也不会在懒人包里面出现 那最后就是折扣商店 这一次的折扣商店 我觉得如果看到一折的珠莲 或一折的稀有地能的话呢 一样是推荐买下来的 那我觉得珠莲会是第一优先买的啦 毕竟这一招确实有它一定的特殊地位在 如果你有玩全材匠的话 相信我 买下来它不亏的 好 我今天 因为这个礼拜是断考周 我个人是比较忙的 所以出片频率就比较低一点了 那也希望大家稍微见谅一下 我们下个礼拜再来恢复尽量大量的商片吧 下个礼拜吗 不仅下礼拜我来的考试 下下礼拜之后 我们再恢复大量商片吧 好 那么就今天就讲到这里咯 冷却游戏天天开心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订阅加分享 如果你有什么更好的idea的话 也欢迎下方跟我talktalk 我一定会尽量回复你的 我该是不是把开场白讲错地方了 再来才知道冷却游戏天天开心才对 再来才是要接冷却游戏天天开心才对 看来 我要重新想一下 我要怎么编排我的收尾台词 好 那喜欢我的影片就点个赞 按个分享 再转发一下吧 点个赞 按个分享 再订阅一下吧 然后 如果可以的话 想准时接收到影片消息 别忘了打开你的小铃铛 如果你觉得很烦的话 就把小铃铛关掉吧 因为我自己也是不喜欢开小铃铛的人 都是 看到他上片了 我就看一下 看到他上片我就看一下 那种人 好了 废话太多了 冷却游戏天天开心 就让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咯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拜拜 dens 抽不出 抽不抽不抽不 抽不出 还要迷范和气 金包也不搞事 在一旦 抽一发 抽一发 还没出行赃都听 进 抽不出 抽不抽不 抽不出 还要迷范和气 金包也不搞事 在一旦 抽一发 抽一发 还没出行赃都听 i know you